聽不懂 知名字 他不宜啊 他說往後勾以會剩整頭 好舒服 舒服耶 舒服啊 這隻有蕭南啊 對 這麼大耶 只要有三個大人 手拉才會拉起來 這邊有一個我們蓮花池的代表植物 菱形奴草 那因為牠的珍貴 所以我們要用電視器 這隻螞蟻 對 這是螞蟻 這隻螞蟻 刀單具跟鷹魚 牠超帥的 帥到爆耶 牠拉住牠的腳耶 牠有蠻蠻蠻蠻蠻蠻蠻 牠有沒有叫我同伴來啊 牠一個拉不住 來喔 其實在日出行人 牠是特別的漂亮的 對 然後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 對 好強喔 日月潭 是台灣第一大天然湖泊 是台灣八大美景之一 是國外旅客必訪之地 除了騎腳踏車環潭 也可以造訪周邊特色景點 是不是還沒有頭緒要去哪玩呢 第一站沒錯 就是從學校開始 同學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講一個 比較神秘的事情 就是時間它到底存不存在 對我來說時間是不存在的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當你在說過去跟未來的時候 它已經過去了 未來是沒有人到的了 過去也沒有人回得去 除非你是小叮擋 從愛因斯坦的角度 來跟你們說這件事 可以給我 不要不想聽給我粉筆跟板插啊 我就知道 講這種科學的事情是很好睡的 他到現在還在睡 已經好不容易可以收到學生講 科學的事情了 結果收到一個在睡羅寒的 不要再睡了同學 老師 我們這邊這個教室 是專門用來睡覺的教室喔 是啊 這個地方呢 是南投縣魚池鄉 是的 光敏國校 因為人口外移跟老化的因素呢 這邊就沒有學生 這邊就廢校了 然後現在在民國100年的時候呢 成立的智越坦特色遊學中心 民國107年的時候呢 107 遊學中心我們重新的定義 就是我們這裡是一個 教導遊戲的學校 我們把操產 改化成了一個 可以搭帳篷的一個區域 很棒 那教你怎麼搭帳篷 是 教你怎麼生活 是 教你怎麼在戶外享受一切 別以為是廢棄小學 改建的設備就會馬虎 這裡樣樣齊全 提供套房與大通駐房型 還有灌籍設備 如果想要享受露營樂趣 在操場 還有木屋營餵 適合不想帶太多裝備 又想體驗露營的朋友喔 其實出去玩呢 一定要跟對人 要跟到會玩的人 要不然就是裝備齊全的人 像我現在就是一個會玩的人 去找到裝備齊全的人 OK 然後就變這樣 真好 我好久沒有這樣煮咖啡了 我都是自己在家 然後磨好對不對 就帶濾網 然後到那裡煮熱水就開始這樣 我磨卡骨 磨卡骨已經N百年沒用了 現在都流行用膠囊 在野外 就是現磨豆子 對 現煮磨卡骨 耶 來 嘗嘗我們魚池的豆子 以前我們魚池有三寶 香菇 紅茶 跟蘭花 欸 那跟咖啡有什麼關係 那現在是三寶加一咖 喔 三寶加一咖 因為魚池這邊種了很多檳榔樹 所以 發展了零下經濟 零下經濟 在檳榔樹底下種咖啡樹 唉唷 那我們的咖啡在世界比賽是有得獎的喔 喔 它有一個 你看 就躲 這淺焙的耶 是的 對吧 對 淺焙 欸 淺焙也好喝耶 因為磨卡壺它是屬於壓力去 對 萃取出來的咖啡 所以它用淺焙 如果你今天用生焙的豆子的時候 你用磨卡壺萃取出來 會感覺太濃 太濃 我自己覺得一句話講得非常好 就是 就是人生一定要過苦的 咖啡要喝苦的 巧克力要吃苦的 除了露營住宿 這裡還有展覽台灣三月攀登 以戶外運動的歷史與裝備 也提供登山相關知識解說 比如說不同種類的步道 就會有不一樣的走法 才能確保安全 除此之外 這裡還有提供多項的體驗活動喔 這個攀樹攀上去 其實它的作用是在做什麼 一個就是你可以清淨樹 對 這屬於休閒攀樹 我們還有一種叫工作攀樹 工作攀樹是什麼意思 工作攀樹就是我們到樹上去要去採集種子 對 我們要去修樹幹 修樹幹 或者是樹生變了我們要上去幫它進行一些治療 那攀樹要學多久啊 攀樹要學多久啊 攀樹喔 攀樹正常你學大概只要15 20分鐘 真的嗎 你就已經都會了 大人小孩最小的年紀可以從多小開始 目前我這邊操作過年紀最小5歲 5歲 5歲 他必須要聽得懂指令了吧 對 他要自己抓得到那個技巧 那年紀最大可以到幾歲 就是我們山南就位協會的前理事長 他已經快70歲了 好酷喔 他都還在玩這個 好啊 所以我們可以來試試看嗎 對 他需要勇氣對不對 對 他只需要勇氣 我有的就是勇氣 太好了 來 我們的攀樹規定就是 你只要在樹下從拋森開始 就要戴頭盔 你就直接跨過去就好 欸 我只有拍 拍武俠劇的時候才會用到這種 要歪啊 對 所以只需要一隻腳就好了嘛 兩隻腳比較 比較會平衡啦 比較不會放來放去啦 但我覺得你一隻腳比較帥耶 你必須把自己用在一個 放在一個很舒服的一個 對 態度不是用你的暴力去拉 好 是用你的腳把自己撐上去 是 所以攀樹只是站起來的過程 蹲下站起來的過程 好 他會一直轉 對 他會一直轉 攀樹就是他的繩索會一直轉 是喔 對 好 可以 挖上去囉 OK 那等一下 那等一下 等一下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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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一下 喔 對 好啦 試看雙腳會變成 要扔幾腳嗎 欸 雙腳是對 每個人的習慣不同 我就不喜歡用腳繩 我喜歡直接把腳掛上去 繞一個繩圈 對嘛 我們上來聊天 上來聊天比較好聊耶 欸 你只有弄那樣而已耶 是嗎 這樣比較快 太酷了吧 我其實很想把這個拉到我的背上 對嗎 背上就可以這樣 好好的躺 OK 他現在沒有辦法躺 那邊這樣 等一下給你一個新玩具 你有看到上面那個托環嗎 有啊 爬到那邊我給你一個新玩具 我爬到那邊你給我新玩具 對 你會不會是在騙我 不會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我下去準備一下 我要帶我兒子來玩 但是五歲的小孩 有這樣的力量嗎 有 對 對 因為他自己體重也輕 來第一等哪有一次 沒有大力汗小力汗過的 你告訴我 但灰灑汗水的感覺真好耶 看我努力一蹬一蹲 終於到頂啊 曹執行長說好的玩具呢 對 它是椅子耶 對 新的物狀 我連聽都沒聽過 視 腳 長 衝 有 好像有那個蜂蜜攪拌棒 超可愛的 一把點亮的眼睛 就跟我一樣了 台灣第一點 台灣第一點 欸 它是椅子耶 對 對 拉上去然後把扣環解開 好 然後你現在把自己 慢慢的一隻手 扣進去 然後你慢慢的 慢慢的降下 這樣拉著同學 你一隻手要拉著椅子 不然它會跑掉 對 慢慢降下來 來 坐上去之後再降一點你的高度 對 你有看到你的 腳上有一個跨腳的塵石嗎 你的手往後勾 有一顆枕頭 欸 舒服耶 舒服喔 其實啊 攀樹好像為了就是這一刻耶 沒錯 就是為了這樣而已 欸 但是這樣 如果有這張椅子啊 我覺得這樹太低了 我們再攀高一點的樹 還有沒有 再更高的樹喔 對啊 那就要換地方了 對 因為我們這裡這一棵樹 主要是給學生體驗使用的 體驗的 對 爬到車大利漢小利漢 這樣子它起點還不錯 過兩天我們會把這個系統 架到自越坦檀邊去 檀邊 是的 在檀邊有一棵樹很適合 好快喔 等我們把路線開發完了 再通知你來玩吧 好開心喔 在這樣子 讓自己完全很放鬆的 現在其實快接近中午了啦 你們要不要去買便當 我在這邊等你們 我可以在樹上吃飯耶 如果說真的在樹上工作的人 真的是 有這一張椅子很舒服耶 休息一下 對啊 而且這樣看起來 也不會啊 不怕 我有的是勇氣 我現在只是沒有這個體力 不會 體力是慢慢練出來的 真的喔 對 藉由攀爬的高度轉換不同視野 我想這就是攀樹令人著迷的地方了 曹大哥 等你檀邊攀樹的課程規劃完成 記得要Cue我喔 除了攀樹 自立造法等動態課程外 還有結合當地的環境課程喔 以前我們日月潭稱為水色海 聽當地紹主的原住民講 他們都講嗨呀嗨呀 嗨呀嗨呀 他們不是講日月潭 他們是講嗨呀 聽說在日月潭 我們所謂的日潭其實是這裡 對不對 對 月潭呢 月潭就是現在你看到的日月潭 日月潭 對 因為日月潭在日本人竹壩蓄水之前 它是比較小的 對 面積比較小 然後水比較淺 然後它的彎曲的樣子 很像月潭 再加上對 這一個投射盆地 它在還沒有乾涸之前 它也是個湖泊 喔 所以當時就是彈分日月 對 是這麼說來的 喔 因為這裡以前是湖泊 我們站的地方是在湖底下嘛 然後湖底下它長了很多水草 不斷的擠壓下去 然後讓我們的草 它在死亡之後 它並沒有產生那個腐化 對 因為缺氧它沒有腐化 所以我們現在的泥土當中 有很多草的遺跡 喔 所以它叫做草泥探土 草泥 你什麼 它真的叫草泥探土 哎唷 誤會誤會 是草泥探土 而不是草泥 媽呀 大家千萬別想歪 這草泥探土 是全球圍山的地質區 只有在荷蘭緬甸 還有我們南投日月潭 投射才看得到 而說到這投射盆地 它可是台灣最特殊的一個農業區喔 農田浮在沼澤上 稱為福田 在早期呢 聽說會有動物在福田上消失的神奇現象耶 另外MAGIC 你想想看 我們這裡 盆地它會流動 對 但是我今天挖了這個溝渠 這個旁邊兩岸為什麼不會崩塌 咦 對耶 照理來說是耶 對 它應該要崩塌 對 但是我們去 就是有大學的教授來這邊研究 發覺這裡的兩岸有一部分的泥土 並不是泥探土 泥探土 它是屬於旁邊的山土 早期邵族人他們在這邊的時候 以草繞木成土種到 種在木頭上面 那今天他要離開的時候 他搬家 他就整個扯著走 整個可以脫走 漢人來了之後呢 漢人在這邊 他要種水稻嘛 是因為下雨衝刷下來的土石流 對 然後造成上面有一些 不是有一部分 它不是泥探土 它是屬於根土 對 那為什麼所有東西都往下沉 它沒有往下沉 它一直還在一樣嗎 一樣的高度嗎 對 它一直跟著盆地上下 為什麼 根據當時有參與建築的 當地的老澤他們講 他們先挖很深 然後埋木頭 因為木頭它會讓泥探土抓住 它會浮在泥探土上面 埋錘子的木頭之後 在錘子的木頭上面 綁橫向的木頭 把它做得像一個木法一樣 最後這個水門是蓋在這個木法上面 所以它這個水門 它會隨著盆地高低 水門位在盆地中央 車輛無法到達 是鮮明用人力搬運建材興建的 已經有超過60年的歷史 歷經921地震以及多次的水災 依然安好 有了這個水門也使得投射盆地 轉化成灌溉涼田 出產不同的物產 像是5到10月的金針花季 6到9月的絲瓜季 不同季節呈現不同景致 也有不同的時令大餐 可以零大快朵一番喔 你知道蓮華池 在台灣是生態密度算高的地方 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物種 比如說 青林 豆娘 蜻蜓類 白智加蔥啊 中華加蔥啊 齊文古蔥 短尾幽蔥 聽說 這裡發現一個新的生態 新的物種 我這完全 我連聽都沒聽過耶 它叫做 我們來去找找看 好 大哥 你好 你好 那個請問一下喔 在蓮華池這邊 人家說 這邊發現一個新的物種 叫做 赤腳長蔥 這種蜻蜓類 青林類 你有看過嗎 青蜓類的話 我是沒有看過啦 但是 我知道有一個人的外號 叫做赤腳長蔥 以前 我們在這 上這個生態課的時候 那時候我常打赤腳 我的名字叫長蔥 叫我的外號 你叫做 赤腳長蔥這樣 我還以為咧 原來這赤腳長蔥 指的就是打赤腳的黃長蔥 黃大哥 才不是什麼新的蜻蜓品種 不過看看黃大哥家 衣衫棒水流水纏纏 看來特殊物種也不少喔 長蔥大哥 快來跟我們分享 分享 這個就是 陶石百日青 對 它這個葉子的感覺 很像 很像羅漢松耶 它這個跟這個 羅漢松是同顆的 你看 它的葉子的厚度 葉面厚度 羅漢松的葉子比較 短小一點點 然後它比較 也是這樣密密麻麻的 很多嘛 其實這一顆 陶石百日青是公的 公母是不同株 像它現在有沒有 在長它一個一個 對 那是什麼 它就是它的 金子 金子 那你這邊有母豬嗎 有 那我帶你過去看 我們來去看母豬怎麼賽吊場 我找給你看 這裡 你看 我有看到一個 我有看到一個 這裡也有 好漂亮喔 你看 成熟的話更漂亮 成熟的話長什麼樣呢 那個顏色非常的鮮 摸起來感覺好像什麼 你知道嗎 果凍 Jelly Beans Jelly Beans Jelly Beans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糖果 Jelly Beans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看一下 你說 它長得真正成熟 找什麼樣 來 這邊 哪裡 在這裡 找到了嗎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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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喔 在這裡 有看到嗎 哇 好像有個紅寶石耶 欸 這裡居然有這樣的寶耶 喔 這個寶齁 就是 可以說是 我們從小跟它一起長 它我們小時候的時候 就是這麼大的 現在我已經60歲了 它還是這樣 你有看懂嗎 沒有喔 往後退 這樣有懂了嗎 還沒 再退 嘿嘿嘿 這樣懂了嗎 這是什麼 蕭南啊 對 這麼大耶 這要三個大人齁 手拉才會拉起來 哇 哇 你一定不懂我在做什麼 對不對 你知道它幾歲了嗎 你知道它幾歲了嗎 大哥你小的時候 它多大 YES 看起來也是這麼大 也是這麼大 60年後 60年囉 它還是這麼大 所以在大哥還沒出生以前 它就在了耶 它在這個地方很久 很久了 叫一般專家在說 這一棵差不多有超過 300年以上 好酷喔 其實我們 把這兩棵這個蕭南 當作福氣樹 哪兩棵 那邊還有一棵耶 那邊還有一棵耶 對 我們把這裡的森林 就是當作我們的保姆 對 它可以說 用好的這個水給我們 空氣又好 對 溫度又低 對 真的 像我們的後山 就是我們的水庫 這巨大的蕭南木 曾有人出高價想要收購 長蔥大哥說什麼也不肯賣 還生氣把人趕走 這珍貴的 不僅是蕭南木在數字上 所代表的價值 更重要的是 它承載了長蔥大哥家的幸福回憶 長蔥大哥 這個是 繳狗油茶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蓮花池桑季生 桑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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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種桑科的季生 桑科的季生基因 當初 是因為秋梢 那發現說 這種季生 跟什麼那些大葉桑季生 其他的桑季生 不一樣 深入了解之後 去命年 你會感覺到 它是另外的植物 在這邊長根出來 沒錯 可是它不是完全依賴這棵樹 它是半季生的 因為它 你看它是什麼顏色的葉子 綠色 綠色 它會不會顯光耳作用 會啊 它是有在吸它的營養霉草 可不是全然依賴它 它自己也會顯光耳作用 它自己也會 也會創造營養出來 不是一個靠北族的 對對對 不能只靠它 它會引來一種 綠灼花 還有紅胸灼花 陳大哥 這邊為什麼需要架監視器啊 喔 這是因為這邊有一個 我們綠花池的代表植物 菱形奴草 蛤 什麼草 菱形 四邊形 菱形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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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利的奴 奴 匈奴的奴 菱形奴草 菱形奴草 菱形奴草長什麼樣子 你看看現在小小的那個就是了 哪個 可是不要太靠近 因為那個你可能踩到 根的地方 這個啊 對 一點一點的跟它還小 但是它看起來滿堅硬的 它好像 好像什麼果人類 對 我以前看起來像 像個果人類 是一個四邊 那個葉子的長序 是四邊的 對 就像一個林子 為什麼在這邊會特別啊 它在台灣的昆布 早期是在蓮花池的發現 後來在東滿步道也有 它是很有依賴現象 這是什麼植物 這一棵是火燒科 它在七葉腸尾烤那些 就是可斗科的豬類的 對 它也會長 那因為它的珍貴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監視器 一則在紀錄它觀察它 對 一則我們也要保護它 是有人會來拿嗎 那個拿到是不至於 因為你拿回去也養不紅 它最大能長到多大 它比我們的拇指還大 你看的時候 已經是它生命桌體的一個林業期 那你現在它的葉子都還沒有開著 對 等於是它是萌芽期 它這隻蠻多 它從這邊上去 然後一直到 只要有根部的地方 它們就要出現對不對 對 就容易啦 一定會有 對 就是這種 這種就是沐浴 你知道嗎 沐浴不一定要有水 沐浴只要有一個元素 讓你可以沐浴在裡面 我現在沐浴在芬多金跟氧氣裡面 我感覺整個肺都充滿著 喂 有人 蒼蠅的森林 有人拍照不稀奇 不過這水泥牆上 是有什麼好拍的呢 嗨 你好 請問一下你在拍什麼 我正在拍那個蝌蚪植物 蛤 然後這個蝌蚪的植物 蝌蚪 蝌蚪 對 然後這個是叫 這邊 這個就是我們蝌蚪植物的一種 它叫捲斗粒 捲斗粒 捲斗粒是什麼意思 對 這樣是我們很喜歡吃的那個糖草栗子啊 就是蝌蚪的植物的一種 好像我們的蜂蜜攪拌棒喔 這個是因為它這個果實目前還沒有成熟 長大會是什麼樣子 它就長這樣 長大的話呢 非常的可愛喔 超怎樣 像這個樣子一樣 嗯 它的這個蝌蚪 蝌蚪呢 邊緣就是這樣毛茸茸的 對 超可愛的 你把他點兩個眼睛 對啊 就跟我一樣了 嗯 對 像這樣子的種子是很少人喜歡 所以會有很多人喜歡搜集 喔 所以你就專門來這邊拍照 對 我就做拍攝 所以在我們蓮花池這邊還有什麼樣的 什麼粒 還有小稀釋實粒 可以看一下 你是白寶當耶 對 這邊 哦 這好像是我們在迪士尼卡通裡會看到那個花栗鼠有沒有 對 它們兩個常常會去拿的東西 說實在它吃這個是 這好吃嗎 呃 對它們來說是一個很天然的一個食物啦 你有吃過嗎 呃 這個我們有吃糖草栗子就知道那種感覺 就是 好 還有什麼 還有像是常見的厚大埔實粒 在這邊 厚大埔實粒 厚大埔 不 它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正哥 像什麼 選播器 哎唷 看不出來你想像力蠻豐富的 唉唷 它真的蠻像就是架在那邊 啊~~ 我們現在不要去吃了 我們現在的魚池香 大家好大家好 什麼什麼就開始了 放鬆的那個 你知道這什麼聲音嗎 台灣你著目 就是五色鳥 这莲华池真的是处处藏惊喜 天上一个鸟提升 地上一颗小果石 都令人注目 欺人眼球 也激发出我的摄影魂了 小齐 可以跟你借相机吗 我喜欢说太懂了吧 就没有可能 这边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要把它够到拍得清楚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螺光照 然后像展光灯这样子 帅喔 好 那我把它装上去 你都是拍植物嘛 你没有在拍人像 除了在拍植物之外 我还有拍蚂蚁 对 对啊 拍什么 蚂蚁 这是蚂蚁 对 这个我们叫做高山巨山鱼 这只蚂蚁 这证明你想看是不是 不是 这举风举好好的 他就压制住了以后就叫同伴来的 他跟着了 他就把他拖进去耶 第一次直接拖了一个蟑螂进去耶 台湾第一店 除了在拍植物之外 我还要拍蚂蚁 蚂蚁 对对啊 拍什么 蚂蚁 是你女朋友的名字 哦 不是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蚂蚁 蚂蚁 对 这边也有很多蚂蚁 拍蚂蚁 拍蚂蚁 摄影师的世界是蛮难了解 为什么要拍蚂蚁 就是因为蚂蚁是世界上最多的昆虫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更要去了解它 对我们的一个印象 蛮酷的耶 嗯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要去研究蚂蚁耶 我只是在想说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家里 像是目前这个小只黑色的呢 叫做游凶琉璃蚁 蛤 等一下等一下 叫什么什么 游凶琉璃蚁啊 对 所以有很多蚂蚁 很多很多都叫它就是 像小黑蚁啊 把它放在这个地前上面 你拍地前 跟地前拍蚁 可以蚂蚁加上这个卷斗粒这样 对对对对 哦 哦 我看到它了啦 但是 一直在晃耶 漂亮啦 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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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 拍违距是 拍违距是 拍违距是最难的 我现在找不到它了 我刚刚有看到 哦 你找一下 好 其实是因为 等一下 我们在拍摄违距的时候 标地物很大 所以这个蚂蚁一直在移动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捕捉这样子 你要找到吗 对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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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啦 我想拍照这种事情 还是交给专业 我呢 就好好的欣赏作品就好了 事不宜迟 马上出发到小齐的工作室 这个是我们叫做 那个臭巨山蚁 然后 臭巨是目前台湾呢 算是最多人饲养的蚂蚁 但是在山区里面 是很好发现的一种蚂蚁 这样子的 对 你把它拍得好清楚喔 好像模型喔 然后这个在台湾呢 这个数量也是相当多 我们一般去中低海拔 我们就能发现出蚂蚁 所以蚂蚁的身体到底有几节 它是有固定的吗 以昆虫来说 它有分层就是所谓的头部 然后胸部跟腹部 腹部 但是蚂蚁呢 还会躲了一种构造 在这个胸部跟腹部之间呢 它会躲了一个叫做腹饼结 而且蚂蚁是 我觉得是昆虫界里的大力士 对 没错 它可以举起的重量 是它的体重几倍 大概是 如果是完全举起的话呢 对 大概是可以举起它400倍的重量 这好漂亮喔 所有蚂蚁都有翅膀吗 没有吧 只有蚁后 然后跟一些熊蚁 它们为了要板子跟交配 所以它们会有翅膀 每年的5到7月 对 就是那个蚂蚁 我们叫做昏飞 就是它现在是 这个交配板子的季节 如果是空气湿度比较高的话 它们就会出来做昏飞 对 然后主要就是因为 可能它们会觉得这样的环境 比较适合它们 它们就会飞出草屑 然后在空中进行交配 这样子 空中进行交配 繁衍下一代 对 空中进行交配 对 我想这你们都没试过吧 就是空中鱼浆的概念 这是蚂蚁 对 就是蚂蚁 这也是蚂蚁 这个我们叫做 那个高山巨生椅 这是蚂蚁 你想看是不是 你是举蹦举好好的 你想看是不是 这个是蚂蚁的正面 你看过蚂蚁的正面吗 没有 没有对不对 超帅的 给你看 准备好了吗 给你看喔 我跟你讲 所有小朋友会爱到爆炸 你如果是家长的话 你千万不要让他看到这张照片 要不然他会抓着你的大腿 告诉你说我要去找蚂蚁 你看 这个叫做高山巨生椅 他超帅的 帅到爆耶 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种吗 黑色的对不对 黑棋椅 我就是做这种椅 我会把他抓起来玩 然后呢 我就把他抓起来玩 让他去咬我的指甲 小小蚂蚁 在小齐的镜头下 却是如此的帅气 但除了拍蚂蚁外 小齐也饲养蚂蚁喔 没错 就在他家 他家里啊 就住着难以计算的蚂蚁大军喔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我要养这个 就是黑棋椅 不是 不管它是什么椅 我就是最喜欢看到这种 就在里面有没有 它有那个椅的洞穴 然后可以爬来爬去 你可以看到蚂蚁怎么生活 你可以深入他家去做一个就是 偷窺 窺看他 窺视蚂蚁的世界 最常饰养的话 比较简单的方式 我们都会选用这样子的竹节槽 它后面这个沙子的部分呢 这个我们是直接可以加水 因为蚂蚁它的饰养环境 它是需要一些湿度 它可以选择它喜欢的湿度 然后看它住在哪一个位置 这样子 流行的方式就是说 用这个竹节槽呢 哦 然后再搭配这个压克力槽 对啊 然后它这边就是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卫石区 对 然后蚂蚁呢 会住在这个竹节槽的这个位置 哦 在里面还有小的竹节槽耶 对 就是让它们多一点空间这样子 哇塞 哇塞 旁边为什么要偷真的 为什么不看哪一只头部 哦 主要是因为那个蚂蚁它的攀爬能力 就是看某些椅种攀爬能力 其实还不错 对 然后我们担心说它会爬出这个压克力槽 哦 那个是让它没有办法爬 就是我们会涂一些就是类似像 花絲粉的东西 让它爬下去的时候 爬上去的时候会掉下来 好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盖黑色 我看你都把它盖起来 为什么 因为像野生的蚂蚁 它们在那个草 那个草的草穴里面 其实是没有光的 实际上蚂蚁如果有做这样的测黑的动作的话 它们会比较有安全感 然后饲养的时候 就是它的繁殖能力可能也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饲养蚂蚁呢 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嗯 然后在饲养蚂蚁之前 我们要必须要先做一些功课这样子 嗯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 饲养蚂蚁的话 我们尽量不要去饲养到一些外来种 外来种 外来种 比如说那种活椅 哦 都青虹活椅啊 长脚结椅啊等等之类的 对啊 因为它其实对我们的生态环境是一定的破坏 一定的破坏 它压迫到我们台湾那种蚂蚁的生存空间 对 这饲养蚂蚁可不容易啊 除了要注意环境、营养、温湿度等 还有食物来源 像是健康的昆虫 就是蚂蚁的最爱了 不信你们看 像这个我们都是喂食这个樱桃红章 如果是一般的话 我们会先把这个樱桃红章呢 拿去冷藏 对 然后降低这个 这个蟑螂的活性 活动力 对活动力 然后我们就是在喂食的时候呢 我们会希望把这个蟑螂呢 就是打到半残 就是它的这个头稍微捏爆一下 哇这样他们就是在不公平的战争 量级不同啊 你能不能丢一只量级相同的啊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做 就是因为我们会害怕那个 我们的 四郎的蚂蚁有时候会受伤啊 你这样一天会要几只啊 三到五只左右 这种小型的樱桃红章 你看团结力量啊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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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很好很好很好 黑色的拳手 黑色的拳手现在直接 不知道其实 不抓走了 不抓走了 他其实就是一个 不抓走了不抓走了 哦哦哦哦哦 哇哇他把它把它翻倒了 他把它压制住压制住了 压制住了以后 要去叫同伴来了 他回到了 他直接把它拖进去耶 他一只耶 一只直接拖了一只蟑螂进去耶 他拉住他的脚耶 他乌马多斯耶 他有没有叫到同伴来啊 他一个人拉不住 好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觉得他们现在在软蟑螂耶 他们不是在吃蟑螂 他们好像在猫在玩那个时候 是动摩托的感觉 没想到这蚂蚁熊兵这么凶狠耶 什么位结宜聚 团结力量大 其实啊根本不用 一只蚂蚁啊 就可以把蟑螂刷着弯了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既然有大师在此 我这如此有创意的idea 应该能成功吧 你看你看 欸欸欸欸欸 漂亮漂亮 欸我这个概念是不是不错 不错 我以后也这样拍好了 欸 斗士拍吧 他刚好有一支 有一支 勾到你的这个结果上面 我去这样好看 这张 这张 这张我要拿一张桌面 帅喔 帅喔 我终于有我人生中的 第一个写真了 我没拍过写真集 而且我的写真还是器官局部特写 眼睛 这张照片叫做 一眼 是不是超帅的 告诉你还有更帅到 你有在日月坛上 观过日出吗 这次我特别起了一个大方 天还没亮就出门 就是要带你们到日月坛秘境 滑着正旁的立场到台面 等待日出来临 像我们今天的话 表定时间是5点26分日出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位置 在我们日月坛的秘境 月来湾看到的话 大概会慢的40分钟左右 慢40分钟 它会从远方的这一个 后面这座山这样 慢慢的这样上来 其实在日出行程 它是特别的漂亮 嗯 对然后 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 对那我们的团队有点立场 因为帮大家用单眼在盘上拍照 帅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 当大家来这边体验立场 可以留下美好的一个回忆 我们要滑到哪里 今天要滑到哪里 我们今天会滑到日月坛秘境中的秘境 我手看要飘过来 过来 Wilson Wilson Liu 在这边的团队 我们今天会滑到日月坛秘境中的秘境 因为立场日出团的时间非常的早 所以呢 Rio教练也提供背包客室的休息空间 你可以在这边好好睡上一晚 还可以在大厅跟女伴们好好聊天 等著集合時間的到來 再跟著一同參加立獎的夥伴們 來一趟日月潭秘境之旅 好漂亮耶 本來在岸上看會覺得 喔立獎幹什麼 他自己下來覺得好舒服喔 我覺得日月潭還有很多就是 跟立獎不太一樣 一般人來日月潭都會 因為就是睡飽 因為出來玩 因為睡飽飽然後才出來 早餐吃過了 接近中午了 然後去走一走 然後下午去玩彈一下 其實早上車 然後 我覺得一早起來 真的可以 一早 一大早 跟我們一樣三點多 你起來去吃個早餐 吃完早餐以後呢 你就可以來這邊等 然後在水面上等日出 其實很漂亮 你想知道有多漂亮嗎 給你看 我看我能不能轉得過來 給你看 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這個 就是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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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知道你要幹嘛 哈哈 我本來想要把你轉過來 又轉不過來 又轉不過來 嚇死我 對啊 啊 然後呢 手上只要有獎 然後 你是動的啊 可以動的耶 好可憐 可以的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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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遠了 看到水 就想鬧一波 不要生氣喔 在日月潭水面上滑行 享受湖光山色 太幸福了 和在海洋上奮力 和浪搏鬥 那是完全不同 我覺得 我覺得花SUP 在這種日月潭 安靜的湖面上 這是一個很屬於 個人的空間 你就只有一張板 跟你一個人 然後 還有一隻腳 我覺得這很屬於 自己的空間 在這個空間裡面 其實你有時候 會思考很多的 事情 你也可以放空 那像我剛剛 就來到這一片 我覺得 也是很屬於 我自己的這一片 有沒有 就是它 對 但是滑怪的時候 你還是要小心 還是要注意 因為 它下面有一些樹根 會 你如果不小心掉下去的話 你就會在那樹根上面 那其實也蠻痛的 而且這個角度 好像亞馬遜 很像雨林的地形 因為疫情的關係 國內旅遊正夯 也因此台灣 有更多美景被發現 看看這些厲害的網美照 何必要出國 才能度假散心呢 流星周邊 絕美景點就在你身旁 但光拍美照還不夠 重頭戲 來囉 很好 來一二三 來講抓緊囉 快點 快點 動作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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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動作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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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就是這樣很想下水 你還好嗎 小型要上來 要 動作快 你還好嗎 動作快 恭喜你喝到日月潭的水 掌聲鼓勵鼓勵 鼓勵 鼓勵 這很少人喝得到的 很少人就這麼樣直接喝的 通常都是要煮過 你幹嘛 你幹嘛 好 好 開始 開始了 加油 跳 好 可以的 上去了 拋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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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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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 彈上立獎平板安全 也才能有這個 適合各年齡層的體驗遊戲 而接下來的活動竟然是 吃早餐 來 約你吃早餐 哈哈哈哈 真的喔 對 嗨 你好 你好 豆哥 你好 OK 好的 好的 早餐 好的 這邊 怎麼那麼好 是 請你吃 今天是我生日 今天快樂 謝謝 謝謝 生日快樂喔 謝謝 生日快樂 嗯 來囉 我早餐要飄過來了 喔 欸 過來 過來 Wilson 哈哈 台灣第一點 來囉 我早餐要飄過來了 喔 欸 過來 過來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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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海苔 Good morning It's my breakfast 耶呼 吃早餐 欸 你早餐準備的還蠻好的耶 謝謝豆哥 謝謝豆哥 好酷喔 謝謝豆哥 包野菜 漂浮彈央早餐 那就是在紀月潭的祕境 嗯哼 那這個早餐啊裡面呢 就是我們當地的食俗之外 還有就是我們的搖烤麵包 魚光搖烤麵包 對 這是我們用柴燒搖烤的 那除了在我們的背包客棧的早餐吃得到之外 就是在我們的漁光的店面 還有像漁遊客中心可以吃 我像漁遊客中心 是是是 嗯 而且希望可以把這些健康的東西 一樣帶到檀上 大家健康的運動 然後健康的吃 很酷耶 這些搖烤麵包 可是地利人和的結合 教練的太太家中本身就是做搖烤麵包的 以健康生活的概念研發出 多款健康少負擔的搖烤麵包 體驗立獎後 在風景迷人的檀中央 來一份健康的營養早餐 是不是很享受呢 這個是我們在地的 阿薩姆紅茶口味 嗯 茶香 然後搭配乳酪丁 你們這樣做多久了 這邊我是在地的 嗯 然後我之前在台中工作期間 然後現在就返鄉 回到這邊之後 我之前做交運動了 然後回到這邊想說 到底回到家鄉可以做什麼 對 然後我想說 那我們這邊風景那麼好 山水那麼漂亮 又有山又有水 那我就倒不如來這邊 帶大家來這邊運動 所以我們做金龍山 就出野餐啊 跑步啊 還有做水上活動 對 把它全部結合在一起 很酷耶 我覺得會願意 就是回鄉發展 其實 大家聽到回鄉兩個字 都會覺得鄉下很漂亮 鄉下能做什麼 但鄉下很安靜 但是你如果真的有想做的事情 其實回到鄉下 你還是能找到 就是屬於自己的一片地 對 而且你也可以幫助其他人 就是比如說 像日月潭已經很紅了 日月潭是一個 非常非常熱門的觀光景點 是 但很多人來 可能像我以前來 我不會這樣 但這次我來 我覺得這樣玩 欸 日月潭可以這樣玩 滿舒服的 是的 對啊 舒服 起一個大早 在太陽 趕在太陽還沒出來之前 你先到日月潭 是 對不對 你就可以蒐集真正的 日跟月 你先蒐集到月亮 沒有日 日出也來了 你就真的在日月潭 沒 救命 好 «出現做日月潭》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 開啟小鈴鐺喔 嗯